上海一则新闻引发全球股市再次动荡 大家好 我是Mike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节目 为墨尔本最受欢迎的中文分析师之一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在本周一股市包括像亚洲的股市 澳洲的股市以及在开盘之前 欧美股市再次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由于不可描述的原因 说多的话大家就看不到后面的视频了 上海在上周末的时候出台了一则最新的消息 出现了较多的确诊人数 使得各界纷纷担忧 会不会有更加不好的情况发生 我们知道上海作为全国的中国的经济中心 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说的关键的产业链 最重要的就像汽车的半导体零件生产 以及一些零部件 因此这一则消息一出 就直接引发了在本周一 餐饮板块旅游板块科技板块出现了集体的下挫 腾讯跌了超过3% 阿里巴巴跌了7% 小鹏汽车下跌6% 美团和万国数据下跌6% 京东理想下跌4% 快手下跌4% 小米百度也纷纷下跌超过了3% 那么下跌的不仅仅是在上证交易所以及香港上市的股票 就连在澳洲上市的股票也遭遇了很大的变化 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像345月份这样的情况 使得澳洲的资源股 尤其是主要客户为中国的那些矿业股出现了暴跌 那么同时也引发了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连锁反应 所以上海的一则新闻 虽然说现在并没有官方进一步的消息 但是民众也纷纷担心 不仅仅是民众担心了 就连投资者我们看到在股市上也出现了剧烈的反应 所以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紧急的 大家需要引起重视 换句话说 如果中国的情况能够变好一些 疫情能够变好一些 不论是国产的特效药能够普及 还是北京和上海的情况 不像大家担心的那么严重 那之后相信对于A股港股和澳洲的矿业股来说 都是一种很好的解脱 这是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下澳大利亚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虽然说 它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矿业 主要的客户是中国 大家都纷纷在担心 它会不会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 而进入经济的一个不景气 甚至于明年有可能进入衰退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好几期中也聊到了这个话题 要跟大家再说一个重要的数据 就是在本周将会发布澳洲最新的失业率数据 那么根据目前市场的预测 澳洲很有可能在失业率上会创下过去48年来的新低 啥意思呢 就是在过去接近50年时间里面 可能都没有遇到过像现在这样雇主找不到人的情况 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很多 持工作签证的人来不了 再加上很多学生是回去 导致现在澳洲出现了严重的用人慌 其实我认为澳大利亚不太会进入经济衰退 或者是我们说的是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工作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好找 你就算是找不到全职在办公室的工作 你可以去餐馆里面依然得到一份收入非常不菲的工作 我们很多时候能看到在一些主要的餐馆和街道上 他们招聘的服务员的工资甚至于超过了普通白领 那些大厨的工资甚至于超过了12 15万澳元一年 而且这还是普通的咖啡店 由此可以看出澳洲的服务业和旅游业 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确认 所以今天我们再聊第二个话题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澳大利亚的经济 或者说我们的民众 即便是面临很高的物价 但是由于工作目前相对容易找 所以我的观点是 于澳大利亚目前的就业市场来说 即便是物价上涨再多 我们这个钱再不禁用 但是你只要有一份工作 那么基本的生活情况是不会发生太大太坏的变化 换句话说的话 只要我还供得起房贷 我的房子还不会被破卖掉 那么房地产市场至少还能够保住 所以只要有工作 只要失业率没有特别高 那我个人认为澳大利亚不会经历太差的局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感兴趣我们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 我是Mik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